《中紀委網站》從10月22日開始 陸續公布《巡視整改進展情況》通報 幾份通報中直接點名周永漢、駁熙來、 黃立軍等十多個落馬老虎 並再提肅清流毒 中紀委10月22日公布的中共公安部委員會 《關於19屆中央第六輪巡視整改進展情況》通報中 直接點名周永漢、原中共政法委書記 孟宏偉、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長 孫力軍、原中共公安部副部長 其中孫力軍被點名八次 點名周永康三人士 另外提到清除搞團團火火 結黨私營的兩面人、兩面派 清除政治隱患 此前今年8月26日和9月4日 中共公安部部長趙克志 也兩次提到肅清周永康、孟宏偉、孫力軍等人流毒 10月1日通報孫力軍被商開時說 清除政治隱患 周永康2013年落馬2015年6月被判處無期徒刑 三罪並罰 受賄、濫用職權故意洩露國家機密 孟宏偉於2020年1月被以受賄罪判刑13年半 孫力軍於2020年4月19日被通報審查 同年5月8日被免職 今年9月30日被商開 薄熙來2012年落馬 2013年被判處無期徒刑 罪名是受賄、貪污、濫用職權 王立軍是薄熙來的部下 於2012年9月24日被判15年 罪名是殉屍枉法、叛徒、濫用職權、受賄 他曾於同年2月6日出逃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 停留一天後離開 孫政才2018年落馬同年5月因受賄罪被判無期徒刑 但灰林2020年6月落馬今年1月4日被商開 1月22日被以涉嫌受賄罪逮捕 天津通報中的孫寶信和蔡培林 困於今年4月被查 王興國於2017年被以受賄罪判刑12年 陝西通報中的趙正永2020年7月31日因受賄罪被判處死刑 換期兩年 毅民周於2018年因受賄罪被判無期徒刑 甘肅省通報中的黃三運2019年4月11日因受賄罪被判刑12年 上述數位老虎在落馬之前除了貪腐 都曾積極追隨中共前黨魁江澤民集團迫害法輪功 他們都被總部位於紐約的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或名為網點名追責 其中周永康、薄熙來是江澤民集團的核心成員 與羅幹、曾慶紅、李南青等人 坤是迫害法輪功的元兇 李南青、羅幹、周永康三人 從1999年起先後擔任中共中央 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的頭目 直接控制610辦公室迫害法輪功 在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公布的關於中共 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錄音證據中 時任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親口講出 周永康具體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這件事 薄熙來在遼寧和重慶主政期間親自操縱相關組織 對法輪功學員進行殘酷迫害 王立軍則跟隨薄熙來實施迫害 包括大規模綁架、洗路、非法拘捕、關押、 酷刑和監禁、非法庭審、無罪判刑 造成眾多法輪功學員 死亡和傷殘的血案 2006年3月大紀元根據證人指證 報道了遼寧省瀋陽市蘇家屯血山醫院 涉及大量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事件 該事件所指控的內容 最初就發生在薄熙來主政遼寧省期間